Hello 大家好 今天拍一條影片就是關於POKEMON PDCG POCKET的一些新手教學 就是教你如何組牌組和一些小技巧 首先我們按到這個位置 之後按牌組 按加好可以按建立全新牌組 之後這裡可以選擇一些周邊的物品 你喜歡選什麼可以選什麼 我們回到這個重點就是如何組牌組 我強烈建議右下角先選一個按屬性去到牌組 這次將會用雷系的比卡超來做例子 首先組任何牌組都要有一個卡要優先考慮 就是拉到最底 這張是博士的研究 這張牌其實可以洗牌 洗卡用 基本上是讓你不要有卡牌的問題出現 第二個就是這個精靈頭也是必要的 都是選一些基礎精靈卡 必須要用的 當你選了這兩張卡 四張飽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你組牌 剛才說過我要組的比卡超 所以就放這個比卡超的牌組進去 整副卡牌其實都是圍繞著這個牌組去組 大家記得留意 然後我就想這個雷重選擇這個小池怪 因為這個小池怪有這個充能的技能 然後就想選擇這個雷電球 雷電球就有一張這張牌 然後雷伊貝 雷伊貝也是一張厲害的牌 最近就開始用這個電散式放了電散式 很簡單 雷鳥我就不考慮放了 因為比較難用 所以我就不放了 你現在看到已經入了16張卡 還有兩張 不知道大家記得嗎 剛才入了雷伊貝 所以我們要放一張伊貝等的進化 兩張伊貝 還有兩個位置 我預計都是放一些支援牌和物品卡 來拉到最下 這一張的速度強化 其實我是非常推薦大家必須要有的 因為它是可以降低自己 戰鬥精靈撤退的能量一格 非常有用 所以我是強力建議用的 然後我可能會推薦用雙藥 因為雙藥它可以增加自己的精靈恢復20血 雖然說不是很多 但是在一些應急的情況都非常有用 但是其實說回血的話 還有另一張卡 就是伊貝克利階的一張支援牌 但是這張支援牌 就是一個人物卡 但是它可以增加50血 相對地其實高很多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 每一個人每一回合只可以用一張支援牌 假設如果你用了大木博士那張 你就不能再用這張 大家記得留意 但是在兩個我都會選伊貝克的 OK 這樣就成功砌了一副牌組 之後記得選這個標記 按儲存 這樣就這麼簡單 就儲存了 OK 第二件事我們講一下新手的教學 來到這個商店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有些人都未必知道 我們來看看 商店可以換一些道具 拉到最下 它就有剛才那張的速度強化 剛才說過這張卡真的非常好用 如果你打電腦都見過 電腦很想用這個物品 基本上電腦用什麼 我們就用什麼 因為電腦通常都 設得比較厲害 OK 那就換這一張 其餘那些物品卡 其實我就不太建議換 不過如果你這個商店券多的話 其實都可以換完它 還有一張其實都有用的 但現時來說 環境上它還未退到很厲害 就是這張紅牌 這張紅牌 可以把對手的手牌全部回到牌庫 對手再從牌庫抽出三張卡 換言之就是 逼對手可能扔你一個手牌 然後換三張牌回來 又好又不好 我覺得這張卡是一張雙面刃的卡 它的好處就是 當對手有很多牌在手的話 可能對手的戰術也會越來越多 這個紅牌就可以阻擋卡牌上的一些配合 但它的缺點就是 如果當對手卡牌的時候 你再用這張紅牌的話 有機會其實是對你自己不利的 當對手抽到好牌 你就可能有機會 受到一些原因之下 就輸了這個對局 就是這樣 第三樣要說的 就是這個商店券可以獲得的途徑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透過這些活動任務 以及分級對戰來獲得 分級對戰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跟電腦對打 跟電腦對打你會看到 比如卡美龜就說 用雷屬性擊敗對手 就可以獲得三張雙面券 大家可能會說 我現在未有那些牌組 未必夠打 那怎樣可以獲得這些雙面券 還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就是 在德卡挑戰收到謝謝 其實都會獲得一張雙面券 可能你說 我未必抽到這麼漂亮的牌 沒有什麼人玩我德卡挑戰 都不要緊的 當你跟一些人對打之後 對打完之後 可以按這個謝謝的功能 如果給了謝謝你 你就可以獲得一張雙面券 或者跟好友對打 其實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假設你可能說 我根本都沒有好友 也沒有人想跟我打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你如果有兩個帳戶 你就可以自己跟自己對打 然後自己跟自己說謝謝 那你就可以獲得雙面券 但是要記住的雙面券 就是每天只可以獲得五張 每天最多五張 雖然五張可以說不是很多 但你每天都不斷拿這個雙面券 其實你這個換沙漏 這個物品其實你都會很快換完 因為你看到它有一個沙漏 是不會再刷新的 但是下面這個每月更新的沙漏 其實是保持著更新的 所以其實理論上 只要你每天不斷拿這個雙面券 你就可以無貨免費開卡包 但當然它的效率效益都不是很高 不過如果你是無貨玩家 我現在是比較推薦這種方式去拿沙漏 OK 今次這條影片 新手教學來到這裡 看看我下次拍一些什麼 新手教學類型 好,拜拜各位